剛剛講那個另外除以部分 當然我們剛剛在十之一之三裡面是單一個的處理 那如果說有多個的話 一樣可以在這邊多一個catch 那catch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catch 除了說是除以0的敘述之外 還有可以catch 比如說呢 這個正列的有沒有 正列index 如果超過他原來的大小 比如他可能只有0到5好了 那有6個 可能你到第7個那就超過 或者-1也是超過 他會跳出一個這個正列的 array的index out of bound的exception 那我當然也可以catch 可以把它catch到 那我有多個的話 我可以把它catch到 再去寫一個catch 兩個catch 他不一樣的exception 就會跳到他的exception 你可以做後續的處理 看似只是怎麼樣 跳出訊息 還是說你就不處理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另外的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諸如此類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另外這個sample 這sample的話 基本上也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比如說這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一個正列 那這個正列的話就是我預先丟了 這個總共有5個 0到4的一個 這個一個data的一個正列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呢 這個正列的範圍編號 如果大於多少 大於4的話有沒有 就會產生錯誤 所以呢 這裡的話我就用一個mess.ru 等等 那這地方的話 我就乱數產生多少 應該是多少 0到多少 0到9 因為這邊有什麼 整數了嘛 所以就0到9 所以又看到這個就知道0到9 那如果0到9 其中有可能是5到9 就會產生錯誤 他就會catch到 就會跑這一行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呢 沒有他可能0到4 那進來之後的話 這地方不會有問題 但是呢 到這個地方 他會怎麼樣呢 他會產生錯誤 就是除以0的問題 所以 跑這邊的話 那就會跳這個 所以基本上